唐太宗李世民的传奇一生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到649年 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 年号贞管名字取义即是安民 隆熙成继人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昭明的政治家 军事家 还是一位书法家和诗人 生于开皇18年599年 早年随父亲李渊进军长安于618年建立唐朝 他率部征战天下 为大唐统一立下汉马功劳 被封为秦王 天策上下 626年玄武门之变夺位登基后 开创了昭明的贞贯之志 他虚心马戒 立行简约 清摇伯父 使 百姓休养生息 各民族融洽相处 国泰民安 对外开疆拓土 功灭东夫爵与须延驼 重创高高仪 设立安息自镇 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克汗 为后来唐朝全盛时期的开元盛事 鉴定了重要基础 功大过危 顾业不堕 为后世明君之典范 妙号太宗 嗜号文武大盛大广孝皇帝 藏于昭陵 随朝末乱世 李渊和李诗民父子 趁失于今阳金 陕西太远起兵 兴建唐朝 当时李家所在的太远 是北方不同族群势力交错 战争为生活主要内容的地区 按民国军事家讲百里的说法 生活方式与战斗方式高度一致 这就决定了唐太宗年幼时代 所述的教育 是一种武士化的贵族子弟教育 其设战斗技能以及战略的知识 乃成为其日常的功课 而由于战乱时期 有防卫的城市 为各种躲避战火的游饮聚集之地 而好行动与向往工业的性情 则又使其对不同的底层人群有接触的兴趣 这些在与其得天独厚的天才相结合 于是一个既有天下大局观 又有高超战斗技艺的少年武士就诞生了 中国是文艺作品的皇帝 经常是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 很稳重 缺少像西方历史上亚历山大 开萨 拿破仑一类的政治领袖 既是统帅和政治工业的开创者 自身又是具备崇高武德和天才战斗技艺的武士 项羽是大家知道拥有高超战斗技能的例外 但他本身战略思维的水准以及政治智慧的不足 却又降低了他作为伟大士兵的声望 而他对俘虏的残忍 更是一件败坏武德的不明欲行为 回顾中国历史 要说在这方面 足以与世界上那些伟大 自家媲美的人物 唐太宗绝对是其中之一 唐朝建立以后 为统一全国 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 这六个战役里市民就指挥了四个 全部取得了胜利 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一次是对拢佑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 唐武德元年 薛举率军进攻关中 双方在线陕西长武县发生激战 由于李市民生病 刘文静不听元帅告诫 而听阴开山之计出战 被薛举所败 退回长安 但不久 李市民变得潜水源之战 彻底打败薛军 消灭了隆东习团 第二次 刘武周一父突厥 南下进攻唐朝 攻占了晋阳 李市民不畏艰险 终于击溃了敌人主力 并成胜追击 两天不吃饭 三天不结甲 一日八战 八战皆胜 彻底消灭了敌军 收复了丢失的土地 第三次是对王世冲和斗建德的战役 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的 在这次战役中 李市民先将王世冲击败 围困在洛阳 另习无粮草供应 待其自闭 就在洛阳江夏卫下之时 河北的斗建德军十余万众 号称三十万为救援王世冲 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 李市民力排众议 亲 逾三千五百人在虎牢之战中 大败斗建德军 升勤斗建德 洛阳的王世冲也只得投降 这次李市民一举两可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四次是平定刘黑榻的战役 刘黑榻是斗建德的部下 他打着未斗建德复仇的旗号 在河北起兵反唐 李市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 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李市民自此威望日龙 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 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 618年 李渊建立唐朝 并立誓子李建成为太子 太原起兵是李市民的谋略 李渊曾答应 他誓成之后立他为太子 但天下平定后 李市民功名日盛 李渊却犹豫不决 太子李建成随即联合四帝 齐王李渊及 排挤李市民 李渊的优柔寡断 以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 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李建成曾经下毒害李市民 武德九年 突厥犯边 李建成向李渊建议 由李渊及作统帅出征突厥 借此要把握住秦王的兵马 并准备在昆明池射服兵杀李市民 太子府绿庚城王志 把这一秘秘以告诉了秦王 李市民在危急时刻决定被水一战 先发制人 抢先一步杀死大哥李建成和四帝齐王李 根基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三天后鬼害 李市民被立为皇太子 赵渊 自今军国术士 吴大小西伟太子处决 然后文斗 两个月后李渊退位 李市民登基 唐太宗即位后 居安思危 任用贤良 虚缓马戒 实行清摇伯父 舒缓刑罚的政策 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 军事改革 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 生产发展的生平景象 史称真冠之至 唐太宗自16岁正式参加战斗 直到29岁通过政变成为皇帝 这种辉煌武士的青春时代 对他的一生事业 也有决定性的 漫长的战斗岁月 使其遥蜀 成为政治利益一体化的团体 而长期战斗中形成的战友感情 也给传统的军臣关系 注入了一种难得的伙伴色彩 这也是唐出政治空气 相比其他往遥远为宽松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 战斗的残酷和战略思维的务实 严谨与冷静 也给予他与众不同的人格和个性训练 使他的统治更富于人性与理性色彩 可以说 他统治的年代也是中国漫长帝王专制历史上 罕见的思想相对宽容 个性化和文化上开放的年代 这使他作为伟大的帝王 经常被后使人们怀念的重要原因